跟复制差不多还有一个移动 移动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目的下 有这些文件 移动呢 在Ninx下有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真的移动 真的移动 那我们怎么移动呢 我们这边再新建一个文件下 叫做moved 就是被移动后的文件下 那现在有两个文件下 然后moved里面现在是没东西的 那我现在要把 p.txt移到moved里面去 它跟这个cp复制是一样的 前面不管你移动几样东西都可以 不管是文件还是文件下还是混排都可以 但是最后一个目的绝对是入境 最后一个是绝对是 被复制到的目的地 它只能是一个文件下 它不能是文件 如果是文件的话会发生其他事情 这就是md这个moved 这个工具的第二个功能 等会我提到 好回声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这个文件就进去了 然后你看外层 这个文件就没了 这个就是移动 那我们再说一下md第二个功能 md既然是移动 那么你如果把这个文件 从当前目录移动到当前目录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说的不是一个文件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刚才这底下只有这四个文件 包括两个文件 现在也是这四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被改名了 改名的效果就是由这个md这个命令产生 所以它还有重为名的功能 所以这个底下 这个rename这个工具有是有的 而且rename这个工具 很可能它的用法 也可以这么用 我们看能不能改回来 没那个txt 哎他没改回来 对吧 rename不是这么用 rename有他自己的用法 具体怎么用 你们也得去看一下rename这个 对吧 这个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我觉得 大家一般不会用rename去命令 必须它不是windows windows以下是ren去命令 属手命令吧 属手命令 在liners底下大家基本上用都是md 啊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cat的这个命令的兄弟 我们之前cat过好多东西了 我们可以cat这边的1.7xt 对吧 我们也可以cat刚才这个输过的这个 s1 对 那我们现在看看 那个 嗯 看看那个tac是什么用法 tac其实是cat反过来写 cat就是catch缩写 上次嗯之前提到过 然后tac实际上是 这个cat这个男子的缩写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 好像看的不是很清楚 好 我们还记得吗 在用这个cat去查看这个路 这个文件的时候 啊 看看从哪儿开始 有点眼花 我找不到 我找一点眼花 我们看两个窗口吧 啊算了 别看两个窗 这样这样 我们应该执行啊 现在看着点cc 啊 cat root是在第一行 christ在最后的 然后tc christ在是第一行的 root在最后的 明白他的用处了吧 不解释了啊 虽然通常我们也不会想到去用这个功能 但是你在写job的时候 有时候就想从最后一号开始匹配啊 那这个时候这几条命就很有用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head 现在说的这个cat 现在说的这个cat tc more less head tail 其实都是一个系列 他全都和cat是一个作用 就是展示这个文件 展示这个文件的内容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效果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head是什么用 head tc 拍出来 看到没 他他其实没有这个倒过来排序怎么样的 但是他显示的是同时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实行 顺便提下这个名 wc-l wc-l 它的wc这个厕所的意思 -l的意思 跟在一起就是显示行数 那么 这个就是实行 head 这个命令就是显示头几行 默认式显示实行 如果你要指定行数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数字 那他就显示头两号 那么如果你这个把这边前面的感觉 tail 那他显示就是默两号 如果你要这个把这个参数删掉 那么他就默认好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甚至你可以去指定它倒数的几行到几行 这是可以指定的 那这里就不提了 然后head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但是tail这个东西 是可以 实时的去抓取更新的 我们比如说这样的 好 现在看到的这个文本文件 我们现在用这个tail 命令在哪 我们现在用这个 从这开始 我们现在用这个tail-f 显示出了这个 末尾时行 对吧 末尾时行 这个内容 但是 tail-f f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flash fresh 刷新的意思 每个单词就这个单词 fresh 就是他实时刷新的意思 让大家看到的效果 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操作 这个文件目前没有被插入任何的新的内容 直到我创建了一个用法 不好意思 我要先登一下这台服务器 10.295 不对不对 这是我公司的ipc 192.168.43.213 我们再登一下 刚才我也提到这个远程窗口连上去对吧 就是连到了我们这个虚拟机上面去 但是这个虚拟机有很多中章 我们不一定只要连接啊 不一定要要那个只连接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同时连两个窗口 这两台都是连接到这台电脑的 这个就像windows远程桌面一样 你可以越多远程两个啊 windows很空 它可以限 它会限制的 linux呢 几乎没有限制 多窗口连接没有问题 而且会把每个连接的历史都会 这个记录下来 好 那么我们这边创建一个账号 创建一个账号 比如说叫做 Jack好吗 注意看这里的变化 注意看这里的变化 我再往上移一点 创建好也不好 好账号创建好 哎呦我考材居然没有变化 哦 这文件不是实刷新的 我不应该拿这个文件来做举例啊 应该拿这个文件做举例 我们我们这样 我们拿一个比较合理的文件去做举例 先取消 其实可以这样来演示 我这边也到lab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现在我在这边 til-f111.txt 我们 archives 第三个主要对 这边把制限量连结到 这两个中性的名单 明天用了 以后 就这只 Modern 要以后 And 看 嘛 我们这边顺便提一下 就是这个一个箭头是什么意思 把你这个要输出的内容写入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必须是两个箭头 它才是追加写入 一个箭头是覆盖 我真傻 那么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已经写入这个内容 那么它里面实时写入一些其他内容以后 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再插入个3333 哎 它这边显示了 又有3333被写入了 然后这44444 好 这里又444写入了 就是它会实时的去显示 tel-f telflash 它可以实时显示你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变动 那我们现在可能感觉不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很有用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这个vlog 我们查看一些历史记录 查看一些日志的时候 这个就很有用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能让我查看日志 大多数日志都在这个路径 就是 你在检查这个一个程序它是否报错 你可以执行一下命令 比如说 你那个有一台这个机器想连到这台这个这个我们这台虚拟机 他想telnet过来 但是怎么也连不上 单口总是被拒绝 连不过来 那么你就可以查看这边的系统日志 这个就是系统日志的啊 对吧 我们主要tel 并不是很清楚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刷新 说明这个东西不是记在系统日志里 那系统日志如果关闭一个服务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服务能关闭 smpd stop 停车失败啊 没开启开启 啊 看到没 系统日志就在这边出现啊 然后你可以实时的看到你刚才操作到底是引起了什么日志的出现啊 啊引起了是什么什么什么引起的 我现在这个啊 因为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所以 所以他这个日志还没有起到那种可以排错的作用啊 但是一旦你遇到一些需要排错的情况 你就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排查 会比较精确一些 然后这里的stop啊 失败是因为我本来就没开启 所以不可能在这个没开启的状态下再去 再去停止它啊 好 就是tel 我们继续说其他的这个内容啊 然后 继续拿这个11.6c来做说明 现在这个文件它里面已经有很多行了也算好对吧 那么要显示好后呢可以用这个来显示啊123 这个有什么用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感觉不到这个有什么用 但是 给大家看个东西 这个就是用NAR来实现 我写了很多脚本但是我要 按数字来排列然后到时候我还要 这边指定你按哪个数字就执行哪个脚本 那么前面自动列出数字是很有用的啊 就是部分情况下这个功能是很有用的就看着怎么用 然后 然后 这个复制啊粘贴啊查看文件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说完了啊 我们再 说一下 怎么查找问题 就像在windows底下你要查找文件时候 你可能 只是简单的 在这里搜索搜一下 就这样搜 虽然这底下没有这个文件 对吧 那么灵解词底下怎么搜呢 灵解词底下有多种搜索的方法 这个一共有几个命令我们一个个来讲 首先 这里有个叫witch 我们首先插一下插看一下一样 那个 这个这个比如说我装了个软件或者说 这个系统装预装了一个软件 再说直接一点 有一个命令 比如说我现在要讨ls这个命令 那么想知道ls这个命令他现在装的呢 虽然不是我装的但是系统把它装的呢 那么你就可以 告 告什么鬼啊你可以witch 好 ls 好他就会告诉你ls是放在这个路径下 他确实是在这个路径下对吧我们刚才到那个beam文件夹里面去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看到确实有这个文件 所以witch这个查找啊主要是用于查找应用程序装在哪 比如说我现在在装的那个yam 啊 装个软件yam是用来装软件的在线安装软件 你只要yam install 然后后面更一个软件名就可以装这个软件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其他这个操作系统上 有类似的但是 其他linux操作系统上是类似的但是windows 没有那么方便的 mac上一个 mac上那个工具叫hombo 稍微一点慢 我们现在也是第1次为大家演示怎么装软件 mac上 嗯不说mac吧 linux上装软件这么方便 但他的快感其实是跟那个网人的感觉连接到这个下点的节点有关系啊 一般情况下是很快的 好我们装一个 我们装到失败思考 数据库 装软件总是很有纯确感因为他这个屏幕刷得非常快 好我们等这个软件装完了 然后 如果是系统自带软件就像刚才那个司统系统自带的工具ls pwd 你用这个 witch命令去查很方便 但是我们一般人还是用来去查那种就是我们自己装的软件他装在哪 因为你有时候你用这种yam 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方法去装这种 软件 你会搞不清楚 他到底把这个软件装的 比如说我现在 我两年一抹黑我不知道这个软件装哪了 你都装不装好了我不知道他装哪 好这个时候 因为他是个应用程序从应用程序用witch来找出最好的 好他立刻告诉你啊 你这个二进制文件就是你这个直行文件 mysql是装在这的 那么他正因为装在userbeam里面啊也正因为这个 环境啊不对速册 也正因为这个 环境变量底下有userbeam这个路径 userbeam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执行这个命令 虽然实行现在是没法没条件执行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里面 没装数据 我只装这个工具 对吧 好witch是这个功能 那whereis是什么的 whereis我们看一下 同样我也是输入mysql 好 这个whereis呢他会输出更多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itch他只能输出这个二进制的文件啊mysql这个应用程序这个工具装在哪 但是 whereis他还可以输出和他相关的所有东西的路径 也就是说 我装了这个软件啊我这个软件的这个 library这个执行库在哪 啊我这个软件 他的那个share在哪 share有时候是放那个共享文档 啊有时候放那个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这个软件要执行所依赖的一些 呃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些这个 依赖的环境 啊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manmane 一般是这个man底下share下面 manman就是mane的意思 都是发一些这个软件的说明文档 所以 这个whereis比witch更进一步的地方就是 当你想知道 更多的信息 关于这个软件更多的信息 他路径在哪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方法去搜 这种方法通常我们能搜到一些东西 就是 我想知道这个软件的配置文件在哪 我想改这个软件的属性 参数啊 那就用这个去搜 总是能搜到 但是有时候你也没搜到 就像这个byisql 你用这个羊子装好了以后 byisql它的那个配置文件 其实是在这个底下的 但是为什么你搜不到呢 你为什么搜不到呢 那是因为 很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文件 他这个底下没有myisql 他这个配置文件 他不叫myisql.cmf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搜 怎么搜到呢 这时候还用到其他的搜索 然后我们这边先扯开 先去提一个这个叫locate这个东西 他说没有指定任何搜索的模式 没错 因为locate你还要搜索这个东西 没有那个文件和目录对吧 那么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update db 这个工具比较特殊 这个工具你在搜索之前你要先更新一下这个数据库 他这个数据库应该就是locate 这个执行依赖的这个数据库 相当于是搜索 所依赖的这个 这个这个 算是算是什么呢 也很难描述 他相当于把系统扫描一遍 然后更新这个更新出一些 索引的东西吧 然后你在locate的时候你就能找到这个东西 好 对吧 所以执行这个locate 这个然后加上软件名之前 你一定要先update db 一下才能找出来 他可以找到 你当前 和这个软件有关的所有的东西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可能就可以找到刚才那个 那个 my.cnf 但是他确实可以找到很多颗这个软件相关的东西 甚至于由这个软件相关的关联的其他的软件 其他的文件也可以找到 我们清一下屏幕 最后 最常用的一个搜索工具 就是你不光在搜索软件 你还想搜到一些其他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搜到刚才的那个 folder 那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文件夹 我想知道他在哪 那么我们现在就这样说 find的语言格式是这样 使用 先输入find这个min 然后输入 你要在哪个范围里搜索 你如果只输入这个-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过-是这个目的数 你那次的目的数最高级 那你就是搜索全盘 就这个意思 然后-name -name也是一个参数 代表着你要搜索的文件的名字 跟什么有关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搜索这个 folder 好搜出来了 其实也很快 因为现在电脑里面文件不多 你搜索的这个路径里面 只要包含了 或者文件 只要包含了fold的这个字符 就可以 当然他也支持这个模糊搜索 那这样就会搜到很多东西 什么fold点什么这种也能搜到 然后fold点什么东西 也可以搜到 好 那么 如果我现在还要搜索1.7xt呢 他同样可以搜到 所有有1.7xt的地方都能搜到 但是如果你这边是这样的 好 那么他 这个因为星号代表的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就是 算是算是 就是代替多个字符嘛 那么他这边 除了1.7还有多个字符 所以 他就会搜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这边 是用这种 点什么 哎 不对 我输成都好 这样也是搜不到 这样也是搜不到 信号 信号点 这都是搜不到的 这是正泽表达式的范畴 正泽表达式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在其他的课里 或者说 在后面如果他提到正泽表达式我们也会提一下 正泽表达式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他了以后 对你的这个搜索能力 包括你对这个 文件这个统一改格式 改那个后续名 比如说改文件里面的内容 批量改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筛选都非常有效 那么我们最后对Find再进行一下那个其他方面的评论 我们现在这个刚才全盘搜索 其实有很多时候数比人迈 那我们就想搜索刚才那个MIT CNF这个文件 我比如说我忘记这个文件叫什么 但是我只记得它的后续名是CNF 然后我又知道它是个配置文件 它肯定在ETC底下 那么我就这样搜 我在ETC文件加底下 我去搜索一个名为 信号 CNF的文件 好那么他就搜到了一个 但是ETC底下不光只有这个 这个MySQL的这个 CNF文件 他还有另外一个软件 OpenSSL的CNF 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样就很明了 对吧 你想搜的东西一目了然 有时候你想搜索 把里面所有的图片 那么就信号解决PG 对吧 这边变成GO 就搜索的指定路径 之所悬崴就可以了 顺便一提 OpenSSL是什么 就是SSH 这个工具 它的配置文件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 File这个工具 File这个工具呢 这个共鸣思义 它可以查看这个文件属性 文件呢有很多属性 我们首先看这个 一类文件 这类文件 它是阿斯克法的这个 文本文件 然后我们刚才的1.tsd 一样的 这些都是文本文件 但是有些不是 比如说是古文件夹怎么办 File 大写的可能是 这个 他说这个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软链接 对吧 然后那个软链接在哪 看一下哪个是软链接 两个有两个 Fold1 那么File Fold1 Fold1为什么是个软链接 再看一下 它居然显示是个软链接 它不显示是个软链接吗 这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 这个就很特别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它是个软链接 好 那不管那么多 这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文件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文件 刚才提到过这个Db底下有很多什么cdrom 这是什么呢 他说 这是一个软链接到SR0 这倒是个软链接了 这还真是个软链接 哎那为什么刚才那个不是个软链接 我自己新链就不是了 我自己新链就不是了 但是Db下面还有什么sdae嘛 是吧 那这也是个什么文件 他说这是一个block文件啊 block文件 网红在fire mysql 不对 要把这个路径输出来 因为你是要查看文件 你不是去执行这个命令 就是用色病 mysql 他说 这是个64位的可执行文件 版本1 他说的很具体 所以file这个工具就是用来查看 你当前这个文件 是 一个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文件 就像windows底下的 这是一个什么后织名的文件 这是个可执行文件呢 是一个视频文件 还是一个文本文件 在结束本章 这个之前 我们最后拿file再来 这个敲一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操作 file binbush 这个相当 从从他的原理上来讲 他就是查看binbush这个文件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文件 这个binbush 其实是一个 那个 这个脚本的工具 80是一种脚本 可以用80这个工具来写80脚本 那么这里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但是同时 你可以看到 一些 更多的信息 包括你这个操作系统 是多少位的 是64位的吗 然后你的Linux 是什么版本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 挺常用的啊 file有时候也会用到在这个这个这个上面 好吧 好 那么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今天把这个档案与目录管理也讲完了啊 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很厚 按照这样的 讲解速度的话 但是后面一张比一张 难一些 总代说他没有服务器那本书那么难 讲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他这边学习 这个脚本也是讲的非常简单的啊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就会提到 脚本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这个bash shell 刚才提到这个 Binbash 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也会讲到 那倒是我们再细讲 好今天就讲到这 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